那雷師傅 我們在這個攝護腺的保健上面 這個你應該也很有研究 你剛剛都怎麼做 平常都是飲食 飲食吃比較營養一點 吃比較對那個攝護腺 比較有幫助一點 一般我們講說鑫 對不對 南瓜籽 我今天就是有用到南瓜籃瓜籽 牡蠣這些東西 差不多做一道 南瓜牡蠣的鐵板豆腐 一樣的做法很簡單 首先我在鍋子的部分 先把它加一點芝麻油 把芝麻油加進去之後 火微微去給它做一個加熱 開它做加熱的一個動作 接下來我們把蒜頭的部分 放到鍋子裡面 去給它做一個炒香 洋蔥也把它放進去 在鍋子裡面去給它做一個 加熱炒香的一個動作 接下來乾香菇的部分 也可以把它放進去了 放進去來增加它一個香味 把它放進去之後 去給它做一個拌炒 好 接下來 接下來我這邊會有準備的豆腐 豆腐用板豆腐的部分 記得一件事 豆腐切開之後 如果你要把豆腐做得好吃 記得你把它放在一個濾網上面 或放在一個紗布上面 讓它慢慢的把水分滴乾 滴乾之後讓它完全流的是純豆腐 不要讓它泡到豆腐水 因為第一個泡到豆腐水 豆腐煎起來不會香 第二個豆腐接觸到水的話 會比較容易發酸 尤其是夏天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所以就是要把它吸乾或瀝乾 對 是 我們現在把豆腐放進去之後 去把它做一個拌炒的一個動作 拌炒豆腐有一個訣竅 就是你不要去跟它拚命 拚命 變豆花了 OK 其實我們就是很簡單 就是這樣子把它做一個拌炒 接下來我們準備的是南瓜 栗子南瓜的部分 讓它放到鍋子裡面去 教授 我想請教 預防攝護腺肥大 我們知道南瓜 南瓜 芷麻 一般大家只知道芯 到底還有哪一些也是可以 對我們的攝護腺會比較好的 有 特別是像好的油 我們一般來講 像飽和脂肪油吃太多 對攝護腺癌的罹患 可能就有增加的現象 如果你吃所謂的不飽和脂肪酸 像我們大廚做的像魚類 或者豆類的這種植物油的話 是會降低攝護腺癌發生的機率 另外你像他用的這個南瓜 裡面有很多的 所謂的Beta胡蘿蔔素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抗氧化的東西 另外像番茄 我們有番茄紅素 其實事實上大家也都知道 在電視廣告經常出現 就是你這個茄紅素吃得多的話 小便就會跨過溪流 然後如果 如果沒吃的話 都一直滴到腳 有沒有 這個廣告好像大家都有看過了 所以這個茄紅素 在這個攝護腺上面來講 是這個名聞俠爾 所以番茄應該也要多吃一點 不是只有你剛剛講的腥 像大番茄的 或者是小番茄都OK嗎 還是說要炒蔬菜用那種番茄 其實牛番茄會比較好 因為那個小番茄 因為甜度太高 所以一般那種小番茄 拿來做菜的機率比較低 通常是拿來當水果吃 那牛番茄因為甜度低 所以如果你叫人家去吃那個牛番茄 都不好吃 所以我們在南部就很有趣 就是把牛番茄切好以後 沾那個薑的那個 有沒有 那個很好 那個我覺得我們台灣一絕 那個很棒 那個也非常棒 那另外像我們這邊用到的 像大蒜 洋蔥 有這個所謂的稀 那這個稀目前知道是 會提高免疫力 所以如果免疫力增加的話 也可以防止癌症發生的機率 OK 好 那我們現在蚵仔要加進來 蚵仔把它加進去 加進去之後 因為蚵仔很快就熟了 稍微給它拌一下 拌開來 讓它在鍋子裡面 慢慢的去給它做一個 熟成的一個動作 因為其實我今天 有用了一點蓮藕粉的部分 去把它做一個構籤的一個動作 好 關起火源之後 水煮菠菜這時候準備 把它放上我們的鐵板上面 我想問一下我們雷生主廚 你看像我們平常 我們自己在家裡頭煮 我們煮好這一鍋 就已經很澎湃要上桌了 那用鐵板 它會增加什麼風味 或者吃起來好像不一樣 其實它那種收汁的風味 蹄呼味是會出來的 而且整個那種豐富感 你剛才把它倒進去之後 那種感覺有沒有 整個畫龍點睛的感覺就出來了 搶搶棍對不對 搶搶棍把這個香菜撒進去 香味就出來了 接下來把這個南瓜籽的部分 也把它倒進去 這邊用的就不是一般的堅果 而是特別用的南瓜籽 然後把這個香菜放進去 這一道菜醬就完成了 試試這道南瓜牡蠣鐵板豆腐 附完新元素的牡蠣與南瓜 搭配板豆腐一同入口 享用美食的同時 也能改善攝浮腺肥道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 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咯